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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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第三个部分 在MicroOS2这个环境下 我们如何去写它的程式 它整个软体架构如何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内容 整个软体架构 基本上它是用在一个潜入式平台 潜入式平台有所谓的硬体的部分 硬体的部分 硬体部分就是我们的CPU 还有外部的一些周边像Timer这些东西 那在这个上面 我们去架构一个即时性作业系统 就是我们MicroOS2 这是软体的部分 在这个软体的部分里面 它有分 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体要去驱动硬体 那这个会有所谓的跟硬体相关的一个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的部分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称作是硬体相依 Hardware Dependent的一些相关程式 那这边都是跟硬体相关的一些程式 然后在上面 它会跟硬体没有关系的 就纯粹就是它作为系统需要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我们是跟硬体独立 Hardware Dependent的程式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平台要 MicroOS2要换到不同的硬体平台 我们基本上就只要改硬体相依的程式 硬体独立的那个程式你就不用去管它 那个不会去影响你的功能 那另外就是一个它系统设定的部分 那这个是整个作为系统它的核心的部分 那藉由这个核心 它对下面去控制它的相关硬体 那上面呢上面就提供给使用者 我们使用者写程式的一个界面 所以我们使用者其实就是application的程式 应用程式就是在上面去做撰写 利用它所提供的一些function code 来构成我们的软体功能 好我们要撰写使用者程式 那首先我们要事先就要去得知 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要分成几个task 那每个task你要去宣告 它的task的stack堆叠 然后个别去写这个task的内容 task内容 整个在这个作为环境下 它的程式的进入点 一样就是面 那这个跟蜥蜴员是一模一样 就是面从这里当我们进入点 那我们也从这边去初始化我们的作为系统 跟启动我们的整个系统 那在这个面里面 我们会对一些硬体跟作为系统做初始化的动作 那会去启动timers 提供我们tick 基本的tick clock的功能 那会去创建 我们在这个多工环境下 我们需要哪些same for mailbox这些 要先去把它create出来 然后也要去创建我们的task 我们之前只是把task写好 那你要去跟作为系统讲 我的task在哪里 所以这个就创建task 然后接下来就启动我们作为系统 那这个组程式我们看一下 这组程式怎么启动 首先我们先先告一个堆叠 这个是堆叠 它就把它宣告成一个阵列 然后我们先对一些硬体做一些作为系统做初始化 那在这个OS init的情况下 它会启动两个系统的task 一个叫idle task 一个叫statistical task 那这个是系统它本身在做多工的处理的时候 如果所有task都waiting 那系统就会去执行idle task 那statistical task 它就是要统计你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有多久时间在执行idle task 去了解你这个系统的CPU的使用率 那这个是作为系统提供的两个要做统计的task idle task跟statistical task 那接下来就create我们的semophore 它的名称叫做random set 那要创建我们task 这边我们创建的task 它怎么创建法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task名称 task name 那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要创建这个task 要执行这个task的时候 要给它的对应的参数 要传给它的参数 那第三个参数就是这个task对应的堆叠 堆叠的起始位置 那第四个参数就是这个task的party 那对应的我们这个task 我们要去写它对应的task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我们如何来撰写一个task的内容 要撰写task之前一样 我们要先宣告这个task所需要的堆叠 那这个堆叠这个stack 它是一个全域变数 全域的一个阵列变数 所以从刚刚前面那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宣告在mem的外面 所以它是一个全域的阵列变数 它类型是os-stk 那我们所创建的task 可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一种无穷回圈的函数的task 那这个无穷回圈这个函数的task 它就是每一次回圈 它就必须要呼叫系统的某一个函数来放弃CPU 那要呼叫哪些系统函数 就像这几个事件的等待 像7-4-PAN mailbus的PAN或Q-PAN 或自己suspend自己 自己把自己停下来 那这些都是为了做事件触发同步的一个task 就是说我去PAN某一个事件 那由其他task去post这个事件 达到task跟task之间去做同步的 动作操作 那另外一种就是呼叫delay副程式 delay函数 那这个delay函数 一呼叫delay函数也会做contact switch 那你如果呼叫delay函数 它就表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task 就是多久就是要来执行一次 那自己起来执行 那另外一种task 它是只执行一次的task 每执行完以后 它就会呼叫task delete 把自己就有点算delay掉 不要再被排成放进去 这样子 所以主要这两种task 无穷回圈函数的task 跟只执行一次的task 所以task的结构一般就是这两种 这一种就是它是一个无穷回圈的一个执行方式 所以它会去呼叫等待事件的一些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只执行一次 所以它会呼叫task delete delay函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创建task 创建task 可以由两个函数来创建 一个叫ostask create 一个叫ostask create extension 那一般我们就用task create就可以了 那task create里面 要给三个变数 四个变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task的名称 tname就是我们task的名称 它会指向这个task程式的一个位置地方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要传给这个task的参数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你要传给它的参数 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task的堆叠 task堆叠 第四个部分就是task的优先权 OK 那这个是透过task create 我要传递四个参数去创建我们的task task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范例来介绍 如果去create一个task 这边我们宣告 就是说我们有已经写好一个task的名称 叫task1 那我们先宣告在主程式那边 我们先宣告这个task堆叠 它是一个全域变数 那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系统做初始化 然后要创建我们task 那创建task 你第一个参数就是task名称 这时候的task名称是task1 那第二个参数我们要传给它的参数 要传给这个task的参数 那我们用0就没有传任的参数给它 第三个就是这个task对应的堆叠位置 堆叠位置 第四个就是这个task的优先权 那这边我们task的优先权是25 以上就是针对我们这个task 它的如何使用 就是在这个软体 在MicroC OS2环境下 我们如何来创建我们的task 如何使用这个软体的一个介绍 好谢谢 明镜消灭 对我来说 只行 ズ提他们 自由